快看,树上有几只浣熊 每天在熊猫谷络绎不绝的游客中 都有人指着我和小伙伴们 惊喜万分,呼朋一半 叫我们小浣熊 看来,我需要深刻的,详细的,不留死角的 把我们不是浣熊这件事说清楚,说透彻 我深刻地认为 凡是把我们叫浣熊的朋友 肯定都是小时候吃过小浣熊干脆面的 受其影响,根深蒂固 为了丰富的,生动的,深刻的,又深入浅出的 给大家来一堂科普 彻底扭转,干吃面造成的影响 给大家介绍下我和浣熊间的区别 相似 我们和浣熊却有一丢丢相似处 都属于食肉木哺乳动物 个头差不多,都拥有奢华的皮毛 黑眼罩,长长的蓬松的大尾巴 六童 看人先看脸 我们以红褐色和黑色为主打色 浣熊则以灰,白,黑为主 脸型我们用猪圆郁润来形容 浣熊则是尖嘴猴腮比较适合他们 二,爪子 浣熊爪子不长毛,灵巧,敏感,像人类的手指 我的爪子毛茸茸,直更坚硬,可以半伸缩,适合喷爬 关键之处在于我和大熊猫一样 都有一个围拇指,或者称甲拇指 便于抓握竹子 三,分布区域和饮食结构 浣熊被称为多面手 生活在北美大部分地区 从沙漠到沼泽地,高山至平原 甚至纽约大都市里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实性较杂,包含鱼虾,昆虫,植物精液,甚至人类丢弃的垃圾等 而我们则以竹子为主食,清新淡雅 四,我们和浣熊性格迥异 浣熊活泼,能折腾,喜欢翻垃圾桶,江湖笑成第一高手 我们则文静,温顺,喜欢独自漫步,躲在树上发呆 相信大家再不会喊错了吧 今天就聊到这里,下期再见咯